2018PV金港湾华人总会春节联欢会 与近日在洛杉矶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热闹举行 Rancho Palace Veritas市长Susan Brook 当地社区、学区政要 以及华人居民超过300多人欢聚与堂 同庆中国狗年新春佳节 当天晚上的演出包括黄大仙的行事团表演 中国民族舞、古琴演奏、高中乐队表演、变脸、乐剧 旗袍秀以及魔术等等 这些表演一方面把中国文化展示给了主流社区 同时也传承给了下一代 我们这次在异国他乡举办这种中国的传统节日 是在Parler World时 也是首次的华人的一次晚会 在我旁边这位先生是陈雄会长 今天很高兴我们举办了这个巨大的春晚活动 邀请了很多市民市长我们这里的市长 另外还有高中的校长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有很多表演 另外可以让新移民的华人有一个平台 大家一起聚一聚欢乐一下 然后呢 使他们更加能够尽快地融入到这个主流的社会 使他们有着更好的一个环境来生活 近港湾华人总会成立的时间只有两年半 但是已经在PV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每年举办活动 各个城市的民选官员以及社区各界都会积极参与 总会通过举办包括中秋晚会春节晚会的活动 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 为华人朋友搭建发展的平台 特别是为新移民融入主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与此同时也让当地社区的主流居民 对华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促进美中人民的友谊 总会积极参与当地的社区各项活动 服务和回馈当地社区 同时还对学校和社区做了很多的慈善工作 为社区的长远发展贡献良多 终点频道采访报道